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回单栏 转回单栏的话怎么做 其实这边可能要思考一下 也是用index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index里面可能要配合两个函数 int raw跟mod加raw 为什么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用index可以抓到我们要的 另外的话最后我们还可以用VBA 我这边demo一下 至于怎么做 基本上看到我把VBA这边做出来 1 输出2到33的表格 有没有 这个地方按下去 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快速的输出 当然你可以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这边可能会多一个for j 最的话是蓝 就是第四蓝到第七蓝 我输出这个 如果输出的话 你当然一样可以把那些资料给带过来 带过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range 有没有 这些用range就类似 类似用range 其实就类似我们刚刚 最后再把它去除 用mid 最后的话就多一个清除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我城市云端上都有for i 等于2到9 刚刚讲for j 这边会多一个j 因为我们这边除了列之外还有蓝 那把结果怎么样 输出过来 输出到储存格就是sales i 追 i 指它的列 追指它的蓝 然后呢 我们用刚刚类似逻辑 就是column 这个j的话等于是蓝 蓝减量2 加上列先减量2乘上倍数 这个刚刚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丢过来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用range 的方式 这个range 其实跟indirect 还蛮像的 因为indirect 里面不是刮虎 b 后面串什么一个数字嘛 所以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 把结果 有没有用range 的方式 丢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一样有一个for i for j 所以上面复制下来来改就可以 只是说呢 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range b 蓝的哪一个 哪一列 有没有 后刮虎就可以 最后再切割的话 就是用mid 这个做法跟刚刚一样 把sales i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丢到这边来 然后一样用len去找到哪一栏的第一列 所以你会发现哪一栏的第一列 我们刚刚是d所第一列 这边直接输入1就可以了 它反正哪一栏都是上面那一列 那这样的话 其实道理是一样 后面一样加2 逻辑一样 99 所以基本上我是直接把刚刚的逻辑把它翻译成vba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翻译的动作 最后就有个清除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完整我们要的vba层次 云端上也有 所以我们这一期课程 八四上课 其实同学之前有问过 八四是不是太短了一点 我后来想想好像八四真的有点短 不过也许之后课程 有点想说是不是把它调整再多个四次吧 会好像比较刚刚好 不过后面有些东西还没讲完 课程就结束了 实在有点可惜啦 不过没办法 这一期只有八次 那很快就一晃眼就过去了 那我们课程重点基本上还是摆在哪里 摆在那个五大函数 所以回去的话 你回去可以12345 五大函数 常用到进阶函数 转成vba的整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我们上课的核心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在工作里面 能够很很顺畅的使用这些东西的话 也许你就把我们前面的东西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在论坛里面都有放每一次上课 包含今天的啦 今天也许有把它再穿上去 然后每一次 那虽然这个课程结束了 不过也是 我想也是课程的另外的开始啦 我建议回去你把一到八次课程全部再复习过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大概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那之后当然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那也欢迎可以就是在用mail的方式 那不过一样啦 你那个如果真的有问题要问 尽量我讲过 你不要把你的工作直接寄给我 有同学直接就把它挡开 我说寄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你有比较明确的问题 那当然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到底哪边出错 那今天 那今天